近日,第三十五届中国电影经济奖公布了提名名单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男演员的提名 不少网友对于提名结果表示不满和质疑 认为有些演员被冷落了,有些演员被过分捧起了 在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中,有两位实力派演员没有入围 他们分别是王宝强和张义 王宝强在唐人街《探案3》中饰演了一个搞笑又感人的侦探 张义在夺冠中饰演了一个坚毅又温暖的教练 他们的表演都得到了观众和影评人的高度评价 但却没有得到金鸡奖的认可 在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中 有两位巨星级的演员也没有出现 他们分别是刘德华和李雪剑 刘德华在《沉默的证人》中饰演了一个为保护女儿而与黑帮斗争的父亲 李雪剑在《800》中饰演了一个为保卫国家而不惜牺牲的战士 他们的表演都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和魅力 但却没有得到金鸡奖的提名 相反 一些网友认为不够资格的演员却得到了提名 比如黄轩 彭玉畅 任素希等 他们认为这些演员的表现平平无奇 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值得获得金鸡奖的肯定 对于这样的争议 有些业内人士表示理解和同情 他们说金鸡奖是一个权威和专业的电影奖项 其评审标准和过程都是公正和严谨的 他们说每一位提名者都是经过多轮筛选和投票的 都是有一定水准和贡献的 他们说每一位没有入围者都是有自己的优点和特色的 都值得尊重和赞赏 他们呼吁网友不要过分攻击或质疑金鸡奖的提名结果 而要以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欣赏和支持中国电影 他们说中国电影需要多元和发展 需要更多优秀的演员和作品来丰富和推动中国电影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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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